中全卷从头顶就变成大圈环了 叫大圈环这样 为什么一个高僧 一个武神家 在这正在念佛 你先走 就抓了一个暗器 为什么 它有磁场 如果一个兵器一个剑 或者一个飞翘突然到它的 破坏它的磁场 它就会反倒 来啦抓住 你知道了 它根本也不需要看 它学了它的 这个地方已经被破坏 从这地方有七处的兵器 就抓到了 我们上次也是 记得吸 记得 怪兮兮 走走走 你去掏它 把这一股地都扒过来 让你抓不到它 它有很多暗道 它一键水就出来了 永远记得吸吸吸气 永远记得气 不考虑声音 你光考虑你的勇门 怎么踩就好了 速度自然是增长 听见没有 所以说记清楚了 不要考虑声音 呼吸呼吸 只记得吸 如何吸气 唱歌那一首是呼吸的一首 最后只留他一首 吸的一首 唱歌要吸着唱 有几个人能理解 吸着唱 雪玉应该知道 吸着唱的感觉 先天也应该知道 吸着唱 吸着唱 吴勇知道我说 吸着唱的感觉吗 唱歌要吸着唱 吸着唱 要吸着唱 千万不要记得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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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上琴声悠扬 我这四句就是吸着唱歌的状态 虽然到了一个点的嗓 草原上琴声悠扬 拿个茶盘去给大家供茶 端着 端到台阶上来 好 我现在开始练声了 直到吸且吸 只有一个动词是对的 吸着唱 四个动词是错的 挤着唱 喊着唱 撑着唱 压着唱 所有德行一定跑不过这四个 就像男生一样 吃喝嫖苦抽 坑蒙拐片抽 都离不开这几个毛病 你看回家剪一剪 是不是就是十个毛病 一定有 吃喝嫖苦抽 坑蒙拐片抽 这十个 这就是男生的毛病 跑不出这种毒 我们唱歌一定是撑着唱 挤着唱 喊着唱 这都是缺点 只有吸着唱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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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鬼告了吧 都是吸着唱 不要 啊 这就叫吸着唱 所有的歌星 他们这样到高阴的深处时 因为他没有方法 没出路了 人家有钱 怎么再有钱 抢一个 完了 走了走了 开门了 随時都进了监狱 命都没有 来来 亨冰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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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笑肌打开,鼻翼打开,软舌头要提起来,河头要下降,气要沉到这里,这才开始。 眼睛要瞪起来,站到山上往下唱。 脖子要哽着,哽着脖子,哽着你听得懂吗? 也不是低头,哽着不是低头,哽着就是呼,拉着呼。 鼻翼打开,笑起来打开,笑,笑起来就说这两个心。 汗道,这个地方要打开,这一打开,汗道就出来了, 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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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五个豆 再给大家说 这个地方是什么 鹅豆 记清楚 两个梅语之间 这叫鹅豆 这两个一不小心就碰到墙了 不要 这个粘角破了 这叫什么豆 筛子的筛 筛卷的筛 筛豆 筛豆有两个 鹅豆只有一个 中间叫鹅豆 这叫筛豆 好 往下走 这两个 这个女孩子都能取上脑包 她颜骨太高了 这就叫大汗帝国的汗 汗 一个汗的 汗东西的汗 一个一叶两叶的叶 汗的 这有两个汗 看没有 人有两个颜骨 这有三个豆了 大家清楚了没有 在我们脑门里边 还有两个豆 有一个叫笔豆 还有一个最有名的 台湾是什么王国 大家说 什么王国 香蕉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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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叫蝴蝶的王国 蝴蝶品种台湾最多 蝶豆 为什么叫蝶豆 蝴蝶有两只翅膀 对不对 它的形状就像这样 蝴蝶的翅膀也这样 在这里边长 是蝶豆 是双鸣你的 所以我们唱歌的高音 还有五个 大家说蝶豆 蝶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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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大脑皮层 一定要 你说他时候毛孔悚然 鸡皮嘎嘎 台湾人也不是鸡皮嘎嘎 唱歌的时候叫鸡皮嘎嘎嘎 缩起来 大脑皮层要放松 大脑皮层 你看 要抬起来 大脑皮层要移动 在头片 对 在这种状态上是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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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不要动 好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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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开始工作了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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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动一下才要动一下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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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地方不能来 大脑皮 复胸背腰肩頸 来 备一次 大脑皮 多用 小丹田是咬字发音有关系的 咬字有三个 唇 尺 蛇 这是咬字 发音是猴 为什么 现在在喉头里长着 所以发音是猴 咬字是这三个 离不开唇 爸爸妈妈 蛇 唇 尺 蛇 如果牙掉了一个不进步 蛇 漏氣了 牙齿很重要 口风很重要 你这个人口风不紧 一个是唇 唇 尺 唇 唇要完了 尺就喊了 所以第一个关 是唇 尺要是不 kh ли 唇 尺 蛇 喳 这些都要领 这些嘴 鼻子是鼻子要领 后白奏 过天拳 只记着灌曲曲 灌前语 只记着灌往下走就好了 声音自然就出来了 千万把声音忘掉 只记着灌往下走 从后背走 攀岩 两个马走前面 从到登山队员 登山队员斜坡上 我们攀岩的队员斜 翘臂 伸开手 我们的声音要说着手背走 是 从这上 从这上就是不从前面上 从后手背的地方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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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感觉 声音是从这上来的 声音是对的 从这上来的 是 也可以的 从这上 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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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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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小狼吧 别管这小号 射座咱们�着 你呀 你员 这你员 很重要 唱美的唱法的音乐 是这样唱歌 歌新的 光看这麦克风了 每回见 见不到对 都在这里堵了 我们唱了任何歌 麦克风至少力有个15分 到25分 30分 在这个阶段 你最好到这 拿掠掌 摆着也要降不降 至少有两个拳都在这 相关记得 如果你这样唱声音响 地界一定会把你推 如果这样跳 他就把你拉回来 你跟电器做对是不可能的 我们是肉掌的三个人 和电不行 所以一开始唱 一定小声唱 脚踏给你推 就容易保持这个样 知道哈 张嘴 摆着风 一定是这样子 千万不要摘 崩贴点 5公分都没有拿着了 这样高音就进不去了 你一再声音大声就给你拉下来 因为弯弯耳朵出不了 记清楚了 真要记下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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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